都拉国学 三字经 袍土阁,木石金, 丝与竹,乃巴音, 曰平赏,曰取入, 此四生,一条鞋。 袍瓜,黏土,皮革,木块,石头,金属, 丝线,与竹子,称为巴音, 是我国古代制造乐器的材料。 中国古代还把说话声音的声调分为 平,赏,去,入,这四种。 四声的运用必须和谐, 听起来才能使人舒畅。 音乐可陶冶人的情怀, 我国文明久远,历史悠久,文化丰富, 音乐也非常突出。 好的音乐可以增强人的修养, 调节人的身心。 优美的东方音乐更具迷人特色。 我国古代诗诗词非常优美动人, 读起来和谐顺口。 这不仅是诗词本身的内容感人, 而且是由于诗词运用了评、赏、 去、入四声的规律变化, 所以使我们听起来更加优美动人。 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